6点半,陈希看着办公桌上的时钟叹了口气,按理说现在应该就下班走人了,但天知道那个老板看了什么短视频,学了一套大厂的经营理念。 坚持到7点,公司包晚餐,当然晚餐也只有外卖,毕竟他们没有自己的食堂。 然后又是什么?坚持到8点半,会有公司包大巴回家。 坚持到9点半,网约车公司报销,如果能到10点半回家,好像第二天早上的网约车也报销。 但真的学得四不像。 在长长的身的懒腰后,抱怨着公司制度的陈希拿起杯子,准备去弄点咖啡。 当她路过一扇窗户时,一群鸽子恰巧从窗前飞过,陈希的目光不由地看向窗外。 看着晚霞里自由飞翔的鸽子,陈希回忆起,自己好像很久都没有在日落前回家了,真的有些羡慕这些鸽子呀,哪怕不是在天上飞,就是在这破大楼里坠落下去,也令人向往。 但很快,陈希就自嘲地摇了摇头,转身向着茶水间走去。 而当她来到茶水间时,从柜子上拿了一包素容咖啡的陈希刚想接水,却见到另外一个同事站在饮水机旁,正大口地喝着水。 陈希礼貌地拜托同事让一下,却没想到那个同事刚喝完,又立刻接了一杯滚烫的水灌进嘴里。 原本还有些迷迷糊糊的陈希瞬间打了个机灵。 她没记错的话,从热水口里接出来的水温少说有90多度了。 可那个同事,即使嘴巴已经被烫得通红,却依然不停地从饮水机里进出热水,大口灌下,甚至她的脸上仿佛都十分享受一样,挂着满足的笑容。 感觉不对的陈希皱着眉头从茶水间退了出来。 可就在后退时,陈希感觉到自己好像踩到了什么,回头一看,只见老板那双狐狸一样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陈希急忙挪开踩着老板皮鞋的脚,不停地小声道歉。 而老板直接训斥,陈希不要模样工了,给你钱让你工作的,年轻人,怎么一点年轻人的样子都没有。 听到老板训斥的陈希恨不得一杯子砸在这个油腻老头的头上。 但想了想自己距离买房的差距,最后陈希还是点头哈腰地表示自己以后绝对注意。 正在这时,老板注意到了茶水间里正在大口喝水的同事。 接着老板眉头一挑,嘴巴一撇,指着里面的同事就骂了起来。 陈希伸手想要拦住老板,因为他觉得今天这个名叫张泽的同事很不对劲。 他怀疑同事因为压力大,已经出现了精神问题,可老板却一把推开陈希,骂得更起劲了。 这时,听到辱骂的张泽喝下最后一口滚烫的热水,然后满脸挂着怪异笑容的他,看向了老板,别他妈的一天到晚嬉皮笑脸的。 然而老板的话还没说完,陈希就看见张泽,大笑着扑了上去,周围的同事也都被这一幕惊住了。 直到被张泽生生扣掉一只眼珠的老板,发出凄厉的惨叫,回过神来的同事们才一拥而上,制服住了发狂的张泽。 看了老板捂着眼睛,惊恐的大骂张泽就是个疯子,他绝对要让张泽烂在监狱里。 这时,办公室里最有眼力见的小刘跑到老板的面前,告诉他自己已经报警了,救护车和警察过一会,应该就来了。 听到这话的老板虽然疼得不停倒吸凉气,但还是有一些愤怒,张泽,等着自己搞死他吧。 说完也没理会张泽的胡言乱语,便让身边的小刘带自己回到办公室。 也许是想让老板开心,小刘路过被压住的张泽时,用高跟鞋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可是一直发狂的张泽转头就咬在了小刘的腿上。 之后又花了一番功夫,被咬了一口的小刘才摆脱张泽,然后一拳一拐地搀扶着老板进入了办公室。 等老板离开后,那几个压住张泽的同事询问张泽怎么这么想不开,可张泽却大笑着回答自己被压得豪爽,他现在已经兴奋到了极点。 说到这时,旁边一个压着张泽的胖同事怪叫着跳了起来。 当其他同事询问发生什么的时候,胖同事表示,这个变态刚才使劲抓自己的小兄弟,而少了一个人压制的张泽找到机会,狠狠地一口咬在了另外一个同事的腿上。 这时,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张泽应该已经疯了,没救了。 在一番商讨后,同事们将张泽用找到的绳子和胶带绑好,关进会议室里,再有两个同事看着,到时候等警察来处理就可以了。 经历了一番闹剧的陈希回到公卫上,看着同事们都在讨论今天发生的事情,陈希有些莫名的忧虑,今天要不要提前回家呀。 仿佛看出他在想什么,坐在旁边公卫名叫蒋思辰的同事小声地告诉他现在老板遇到了问题,虽然只剩下了一只眼睛,但等会救护车来的时候,咱们得跟他走个过程,他能记住咱们的好。 反之,这么小心眼的老板,要是看到有人先走了,估计会记下来的。 说着,蒋思辰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后,那是一个正在低头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的同事。 等那个同事收拾完东西离开,蒋思辰翘着二郎腿,以一副前辈的口吻告诉沈希知道,刚才那货为什么这么多年职位一直没啥变化吗? 就因为他一根筋,不会来世。 看看小刘,来了才两年,都快成老板秘书了,工资可是翻了翻的涨。 沈希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 确实,那个好像叫赵维胜的同事平时也不咋起眼,好像就连同事聚餐他都没怎么参加过。 就在这时,一阵像是惨叫一样的呼救声从老板的办公室里响起,听到声音的众人顿时不怨而同地冲向办公室。 可打开门,映入所有人眼帘的却是嘴里咬着一团血肉,满脸大笑的小刘,和倒在地上捂着下体痛苦扭动的老板。 看到同事们出现在门口,小刘吐掉嘴里的血肉,笑着询问面前的几个男同事,是不是也想和老板一样,让自己给他们爽一下。 听到这句话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根本不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 而这时,小刘大笑着跳到老板的身边,抓起桌子上的剪刀,狠狠地插进了老板裸露的大腿里,瞬间喷溅的鲜血连带着老板的惨叫,重斥在整个办公室里。 这时,终于有两个反应过来的同事大声提醒小刘不要干傻事,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赶上前阻止。 看样子,是要闹出人命了呀。 意识到情况严重性的同事们纷纷掏出手机开始报警,可诡异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得到了盲音回馈。 陈希难以置信地挂断了手机,她询问身边的蒋思辰报警电话,怎么会忙碌啊? 面色阴沉的蒋思辰摇了摇头,接着好像想起来什么一样,蒋思辰快速地冲到窗前,陈希也跟着冲了过去。 而接下来的场景,让他们顿时明白为什么电话会忙音了。 只见大街上的人群在胡乱逃窜,马路上飞逝的汽车也疯了一样,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 地震?战争?还是其他的什么? 此刻的陈希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一下子变成这样。 就在这时,原本为在老板办公室门外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之前另一个被张泽咬到的男人, 此时正大笑着用订书机压在同事的脑门上,然后狠狠地订了下去,接着如同野兽一样张开嘴咬在同事的脸上,撕下了一大块血肉。 7点30分,陈希看到人在吃人,那个被撕掉脸皮的同事惨叫着,拼命想要推开面前这个大笑的疯子, 可下一刻,他使劲推出去的手却传来钻心的疼痛。 在之后的事情,陈希已经有些记不清了,他混沌的脑海里只一息记得最后肝粉喷完了, 还有刺耳的惨叫怒骂,以及梦魇一般的大笑。 对了,还有他拼命想从人群里拽出蒋思辰,结果只拽出了一只断手。 最后,独自跌坐在电梯里的陈希,看着一旁的断手,胸口像是遭受重击一样喘不过气来。 而接下来,陈希稍微缓过神来,所看到的场景却让他绝望地想要呕吐。 由于他们的办公室是租借在商场里一层的,所以电梯也是四周玻璃的观光电梯。 而当陈希透过玻璃向外看去时,只见接下来的几层密密麻麻的全是混乱的人群。 大笑的感染者们在分尸、折磨、强暴、虐待着幸存者,灵星也能看见几个逃窜或者躲避的幸存者。 可在眨眼间,这些人就埋没在了不断扑来的感染者人群里。 这个电梯根本不是逃离的希望,而是直达地狱的单程票。 几乎崩溃的陈希站起身,试图长按取消选择,然而即使取消了楼层,电梯却还是向着下一层落去。 陈希见状,开始疯狂地打砸电梯的按钮面板,哪怕电梯会中途卡住,都要比停在任何一层墙,可依然没有用出那个叫李同的同事居然直接将她的手指咬断,甚至都没有嚼就直接咽了下去。 周围看到,这一切的同事再也顾不上给老板留印象了,更顾不上像之前一样帮忙解围,纷纷如同眉头的苍蝇一般,混乱地向着门外跑去。 陈希和蒋思辰见状,也急忙绕开那个发疯的同事,想要离开这里。 可是谁知他们刚跑到办公区门口,之前那十几个逃出去的同事就惊叫着跑了回来。 陈希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一个跑在最前面的女同事带着哭腔告诉她,会议室那边,看着张泽的两个同事拎着张泽脑袋追过来了。 陈希难以置信地向着人群后面看去,只见之前的两个同事此时正大笑着扑倒一个人,用什么东西疯狂地打砸着那人的脑袋,看样子用来打人的就是女同事嘴中所说的张泽头颅。 头皮发麻的陈希和陈希又被人群推回了办公室里,看了一眼身后已经将同事啃咬的脸上露出白骨的李同,陈希臣冲了人群大喊,现在他妈的跑回来要干嘛。 陈希臣的话让躁动的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包括陈希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陈希臣,就连正在咀嚼同事眼球的李同也大笑着看了过来,妈的,没时间了,咱们有十几个人,怎么还能被困住呀。 说完,蒋思成抓起桌子上的键盘,就向着扑来的李同砸了过去,然而她的号召并没有得到同事们的理解,在李同又一次扑向蒋思成的时候,居然除了冲过来的陈希之外,没人帮她,陈希使出吃奶的劲,用工位上的电脑屏幕砸开了扑倒蒋思成的李同,转头冲那群同事愤怒的大喊,还看不出来吗? 现在不下死手,就得死在这些精神崩溃的人手里。这时,一个同事说着自己可以帮忙,但别出人命,然后扑上来试图制服李同。 陈希和蒋思成见状急忙想要阻止,可还是晚了一步,在那个同事抓住李同的胳膊时,红着眼睛的李同转头就从她的胳膊上咬下一块肉来。 蒋思成见状顿时倒吸一口凉气,陈希这个时候也大叫着让其他同事赶紧过来把这个被咬的同事绑起来。 说着,陈希手里的动作也没停,她又用显示器狠狠地向着李同的后脑勺咬去。 终于,在陈希和蒋思成的轮番攻击下,脑袋已经凹陷的李同趴在地上没有了动静,可那个被咬了一口的同事却仍然呆立在原地,并没有被绑。 这个时候,陈希都急了,她表示李同和小刘变成这样,都是被张则咬的。 然而,话还没说完,一阵静风突然从陈希的耳边刮过,吓了一跳的陈希连忙下意识地回头,只见浑身鲜血的小刘大笑着从老板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而那个扔出来的东西,居然是老板的小兄弟。 同一时间,另外一边的人群也骚乱起来,原来是那两个大笑的同事正在疯狂地敲打办公区关上的玻璃门,看样子距离玻璃破碎,这两个同事冲进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蒋思辰又一次号召大家解决掉这些麻烦,现在他们还有人数优势,再拖下去,他们绝对全部要死在这里。 说完就和陈希拎起工位上的椅子,准备对付出现在面前的小刘。 这个时候终于有两个同事跑过来帮忙了,几个人一拥而上,很快就打翻了小刘。 只不过,在要下死手的时候,包括陈希在内,所有人都有些下不去手。 其中一个叫李正辉的同事觉得现在应该可以了,差不多打断四肢就行,再解决掉门外的同事离开这里,剩下的交给警察就行了。 陈希也觉得小刘现在这个样子没啥危险了,确实可以不用去管。 顺便,陈希又从办公室里探头看了一下老板,看着老板被掏空的腹腔,陈希叹了口气,看来以后要换一个领导了。 正在陈希等人打算反过来费了门外的两个同事时,剩下那些没有帮忙的同事突然开始惊呼逃窜,原来是之前被李同啃掉脸皮的同事,所有人都以为死了。 没想到,此时他居然一边发出诡异的呼气声,一边试图靠近人群。 看着那个同事可不慎人的样子,陈希甚至恍惚感觉自己是在做噩梦。 随着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陈希瞬间回过神来,门外两个大笑的同事已经用手里的头颅打碎玻璃冲了进来。 来不及了,当看到那两个感染的同事又开始在人群中撕咬,陈希意识到蒋思辰之前的计划已经失效了。 更关键的是,他发现另外一个被李同咬过的同事居然一时没有人听话去绑住他。 那个同事的状态已经有些奇怪了,他仿佛失神一般看着这一切,毫无动作。 但缓缓地,陈希看到那个同事的嘴角开始上扬。 晚了,一切都晚了。 蒋思辰见状,大喊着拿起墙角的灭火器,让大家打翻那些疯子,然后冲出去。 而他这些话也只有身边的这几个人听见,其他同事都在这场混乱中惊叫讨窜。 陈希甚至看到一个同事在躲那个脸皮被啃掉的人时,低头直接撞进了已经感染的同事怀里。 然后就见那个同事大笑着将一根铅笔从他的耳朵眼里捅了进去。 混乱中,蒋思辰颤抖着嘴唇,大声地告诉陈希等人现在照顾好自己就行,别管那些不听话的人了,冲出这里。 说完直接推开一个挡在面前不停哭泣的同事,向着门口冲去,陈希等人也连忙跟了上去。 刚开始,陈希还有些纳闷,会议室里的那两个人也没被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而后面出现的一幕让他瞬间明白了。 身边名叫李正辉的同事用硬皮文件夹铺在一个铺来的感染者脸上时,那个感染者同时大笑的嘴里直接喷出一口带血的浓毯,吐在了李正辉的脸上。 看到李正辉恶心地擦拭着脸上的浓毯,那个感染的同事却像一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一样,高兴地手舞足蹈。 陈希见状,大声提醒冲在前面的蒋思辰注意,这些东西可能会通过人的体液传播。 此时,正在用干粉灭火器喷射挡在门前感染者的蒋思辰答应了一声,催促陈希快点跟上。 逃生通道被那个傻逼老板锁了,现在只要坐上电梯,他们就能出去了。 然而,仅仅是从办公区跑出去的路程,就让陈希觉得无比漫长。 不断地惨叫,尖叫,周围地推丧挤压,陈希甚至不敢去思考刚才在背后推自己的那个人是不是正常的同事,他只能遵循本能,不停地向前冲刺。 终于,在蒋思辰干粉灭火器的掩护下,陈希等人从办公区冲了出来,来到蒋思辰身边。 陈希看了一眼跟在身后不停擦拭着脸的李正辉,他小声地将血痰的事情告诉了蒋思辰,思考了一下,正在小跑的蒋思辰告诉陈希,直接说清楚吧,毕竟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点了点头,陈希转头告诉李正辉,他可能和之前被咬的同事一样,被感染了,现在,然而陈希的话没说完,李正辉就苦笑着放缓了步伐,他表示自己知道这个样子,就算没感染也不可能会被允许跟着陈希,他们自己可以把防身用的东西全部交出去,如果有任何异样,陈希他们大可直接干掉自己,但如果现在抛弃了他,和直接杀了他没有两样。 说话间,陈希等人已经跑到了电梯旁,幸运的是,电梯还在运行。在等电梯的期间,李正辉还在哀求陈希等人不要抛下自己,陈希叹了口气,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时,蒋思辰突然颤抖起来,他不停喘着粗气告诉众人,办公室里那些疯子好像追上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陈希瞬间觉得头皮发麻,他看了一眼电梯,还差几层才能到,但在看身后那些曾经的同事们,现在已经浑身鲜血,如同疯子一般大笑着追了过来。 最后看着电梯不断下坠,落向地狱的陈希,不知为何又想起了之前的歌群,他真的很羡慕那一切,可以自由地飞翔。 再看看自己,简直就是一个被困在笼子里,然后狠狠摔向地面的可怜鸽子。 而现在,是落地的时候了。拥挤的人潮中,陈雨琪隐约听到了一阵吉他声,一大早居然就有人卖唱,真有意思。 陈雨琪不禁感叹说。 这时,旁边的刘敏一边推着陈雨琪催促他快走,一边不满地抱怨到平常67点早高峰人多,怎么现在快9点了,人还是这么多。 陈雨琪没有回话。 在他们快要靠近地铁口的时候,陈雨琪注意到一个留着长发,穿着蓝色牛仔夹克的青年正站在地铁口旁边的花坛上唱歌。 陈雨琪身边的刘敏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青年,他小声地表示,这人还怪有素质的,看到人多就在花坛上,也不挡到。 听到这话的陈雨琪不禁笑了出来,他告诉刘敏,是啊,有素质,但不多,看到没,花坛旁边还插着一个禁止践踏的牌子呢。 就那样,随着人流的涌动,陈雨琪和刘敏来到了地铁口。 近距离一听,陈雨琪感觉这个奇怪的青年唱得还不错。 旁边的刘敏再次催促陈雨琪快点,他们都已经迟到了。 陈雨琪冷笑一下,告诉刘敏没事,反正现在过去了,也是背记迟到,还不如第一节课直接旷了,说不定不点名的话老师都不知道呢。 刘敏点着头,认同了陈雨琪的说法,可谁知那个站在花坛上唱歌的青年,见到有人驻足倾听自己的歌声,非但没有高兴,还伸出手催促陈雨琪往里面走,别挡住后面的人了。 看到青年这副嘴脸的陈雨琪不禁翻了个白眼,拉起刘敏,转身和人流一起进入了地铁口。 什么人吗,要真有功德心,就不该这么早在地铁口唱歌了。 一边走,陈雨琪一边抱怨。 过了检票口,陈雨琪和刘敏日常选择了最靠前的车厢,一般人多的话,车头或者车尾相对人流能少一些。 进入车厢后,陈雨琪感觉自己就像压缩饼干一样被压缩在了人群里,想转个身都费劲。 可正在车厢发出嘀嘀声准备关闭大门时,陈雨琪看到又有一个人冲了进来,原本就挤满了人的车厢,随着那个人的强行挤入,变得更加拥挤不堪。 实在难受的陈雨琪只好将注意力放到了一旁的屏幕广告上。 看着广告,陈雨琪感叹要是有个按摩仪就好了,还有软胶按摩头,闭上眼就感觉老师傅在一对一为你服务,再搭配上二档热敷,经络瞬间就通了。 不知为何,陈雨琪通过窗户看到外面又有好多人跑进了站台,想要上车。 不过眼看人挤的车门都快关不上了,车站工作人员跑出来站在站台指挥新来的乘客等一下,广播里这时也提醒乘客请等待,下一趟列车会在三分钟后到达。 随着第一声结束,车厢门终于关闭了,那个最后进来的乘客刚好挤到了陈雨琪的身边,他双手高举着吉他,好像生怕别人把他的吉他弄坏了。 陈雨琪见状,心里不禁骂了声傻,而这个人正是刚才在车站口弹唱的青年。 此时,那个青年也仿佛认出了只有一面之缘的陈雨琪,他笑着和陈雨琪打招呼,好巧啊。 随后又自顾自地自我介绍起来,他说自己叫陆霞克,在附近的酒吧住唱,每天一下班就喜欢在车站边用自己的歌声抚慰焦躁的人群。 说到这时,陈雨琪有些不耐烦地打断到谁问你了,怎么机里呱啦说那么多废话呀? 对了,他刚才不是在外面唱歌吗?怎么突然跑到地铁上来了?拿着那么大的一个吉他就会给别人添麻烦是吧? 听到陈雨琪的问题,原本笑嘻嘻的陆霞克突然严肃起来,他回答说,自己本来打算再唱一首就回家的,结果大街上有人打架,看样子还是群殴,参加的人特别多,为了安全起见,所以他打算提前离开。 说完,陆霞克抬头看着手里的吉他,表示自己举得这么高,也没给别人挡着呀,甚至还不如旁边那个戴着眼镜的小哥背包面积大呢。 被点到的那个眼镜男不爽地看了一眼陆霞克,然后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解下背包,抱在怀里。 听到陆霞克提起外面有群殴事件,陈雨琪身旁的刘敏顿时来了兴趣,他询问具体什么情况,陆霞克皱着眉头回答说,当时好像发生了车祸,两个司机下车就打起来了,本来这还挺正常的,结果又来了一辆车,可能没看见吧,直接一搅油门,就把那两个司机全撞上天了,然后估计是场景太惨烈了。 马路上的行人有人开始尖叫逃跑,说到这时,陆霞克愣了一下,然后表示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到底咋回事,反正当时大街就乱套了,有几个人莫名其妙地就互相打起来了,而且都是吓得死手。 他还亲眼看到一个大笑的路人捡起司机被撞断的大腿,边笑边吃,说实在的,有点感觉像丧尸。 然而对于陆霞克的话,陈与其并不相信,他也全当做这个青年为了吸引注意力编造的故事。 同样不相信的还有刚才被陆霞克吐槽过的眼镜男。 他冷笑一下,然后小声地表示都21世纪了,不会真的有人还相信丧尸会出现在现实里吧? 陆霞克听到有人对自己,有些不好意思,正当他张嘴,想要反驳自己,只是觉得像丧尸,又没说就是的时候,地铁广播里突然传来了播报声,下一站,野副站即将到达,但因特殊原因,本次列车不在此站停留,要在此站下车的乘客, 可以在莱恩站下车,还望理解。说完,播报声戛然而止。怎么这次没有外语翻译啊? 陆霞克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车厢里的广播,而陈与其更关注的是下一站,野副站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坐了这么多次地铁,头一次遇到这种事。 在路过野副站时,由于车速过快,车厢里的人只看到了外面不断闪烁的人影。 不过诡异的是,陈与其看到站台玻璃上好像有着大片的红色印记,那些是血吗? 可还未等陈与其再看清楚,列车已经驶过了野副站,飞速地向着下一站驶去。 正在所有人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前,那个站在刘敏旁边的眼镜男突然一了一声。 陈与其好奇地看了过去。 只见眼镜男面色凝重地看着手里的手机,陆霞克也被吸引了,他双手举着吉他询问眼镜男。 嘿,兄弟,怎么回事?眼镜男脸色阴沉地抬起头,然后将手机屏幕放在陆霞克面前。 看清楚屏幕时,就算平日里玩事不恭的陆霞克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画面虽然模糊,但也能看明白。 站台的玻璃门外,两个人影正在一左一右,将一个像是孩童般的瘦小身影从中间撕开。 眼镜男颤抖着嘴唇,有些不安地告诉陆霞克,刚才他好奇,所以打开手机录像模式,对准了野副站,然后放慢镜头,看到了这一幕。 陈与其听到这番话,连忙要过眼镜男的手机,想要看看什么情况。 当看到站台玻璃门上的一大片血字时,陈与其确定这个视频就是刚才拍的,因为刚刚他也看到了这些。 由于车速太快,手机视频即使放慢,能清楚看到的画面也只有几个,但这几个也足够让陈与其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是啥呀? 陈与其有些害怕地将手机还给了眼镜男,眼镜男摇着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说话间,莱恩站也快到了,可此时车厢里的广播又一次响起,相比上次,这次的声音多了一丝急促。 莱恩站即将到达,由于特殊原因,此站不能停车,凭靠信息会通知列车长。 当得知又不能停靠后,整个车厢瞬间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靠近驾驶门的几个乘客,拍着驾驶门想要询问发生了什么。 陈与其头一字觉得,坐地铁这么压抑,漆黑狭窄的隧道仿佛通向地狱的道路,不断向前延伸,周围拥挤的人群让陈与其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正在这时,原本喧嚣的人群里突然传来尖叫声,不过那阵声音有点远,像是另外一个车厢的。 陈与其身旁的刘敏询问他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尖叫,陈与其点的头表示听到了。 刘敏这个时候都快被吓哭了,他颤抖着询问会不会真的是什么丧尸病毒吧? 要不然怎么这么多站台都禁止停靠? 刚才在路过莱恩站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贴在站台玻璃上,好几个人在他后面好像在撕扯什么。 然而不知为何,最初提出丧尸病毒的陆霞克突然笑了起来,他安慰刘敏别怕,要是真有丧尸病毒,列车里也不会有人幸免的。 而且这个列车挤得就跟沙丁鱼罐头一样,感染的丧尸都不需要去抓,人类扭个头就能感染一片,所以真爆发了,咱们躲也躲不掉的。 不安慰还好,这话一说,刘敏直接哭了出来。 陈与其白了一眼陆霞克,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就在这时,尖叫声再次响起,而且听声音就在这个车厢里,眼镜男立刻警觉起来。 这时,陈与其隐约听到有人大喊,快点开门,杀人了,杀人了。 此话一出,整个车厢都沸腾了,人群开始疯狂地推散,想要逃离,但没有用,车厢已经拥挤到连摔倒的空间都没有的地步了。 未等陈与其有所反应,身旁的眼镜男快速挤了过来。 他先是大声地让周围人抓好扶手,然后伸出手打开车门边的一个盒子,扭动里面的按钮。 刹那间,伴随着一阵密集的滴滴声,整辆列车发出了刺耳的锐响。 突如其来的减速,刹车,让所有人一起不受控制地向前倒去。 陈与其感觉自己的胸口都快被后面的人压爆了。 就那样,紧急止动的地铁在又滑行了一阵后,终于停止。 车门打开的瞬间,陈与其几乎是被挤得滚出车门的,大口呼吸着隧道里冰凉的空气,陈与其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环顾四周,除了漆黑的隧道外,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隧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骂声。 借助着车厢里的灯光,陈与其发现陆霞克正蹲在地上,心疼地抚摸着自己的吉他。 到底发生什么了呀?倒在一边的流民也爬了起来。 而这时,陈与其注意到,车门打开时,没有被挤出车厢的人们好像正在撕打。 不对,相比平常网上看到的一些打架斗欧视频,此时车厢里能看到的更像是薄杀。 一个大笑的男人正在疯狂撕咬着一个惨叫老头的脑袋,然后连带着眼皮、眼球直接咬了下来。 在眼球连接眼眶的最后一丝肌肉组织扯断后,男人仿佛品尝撒尿牛丸一般,先是用嘴挤出里面的汁液,接着满足地咀嚼着老人的眼球。 不过老人的哭哭哀求,男人将老人的脑袋一次又一次地砸在车厢玻璃上,直到脑袋变形,玻璃碎裂都没有停止。 外面看到,这一切的人都吓傻了,就连刚才还在抚摸吉他的陆霞克也停下了动作,不可思议地看着车厢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然而,那个虐杀老者的男人并不是个例,因为陈与其还看到四个人大笑着将一个惨叫的西装男按在车门边。 西装男的头在车厢外面,整个身子却被四个大笑的人死死控制在车厢里。 接着,其中一个大笑的人走到车厢边,双脚起跳,然后冲着西装男的脑袋落了下去。 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咔嚓声,上一秒还在惨叫的西装男,下一秒脑袋和身体呈现出了诡异的90度,没了气息,他的整个脖子都被踩断了。 那个跳下车厢的笑脸人看到这一幕,开心地鼓掌庆祝。 随后,剩下的几个人大笑着将西装男的尸体拉了回去,然后不停地双脚起跳,踩在西装男的头上。 那时,陈雨琪第一次意识到,人的脑袋可以这么地脆弱,人的眼球真的会因为压力迸射出来。 只是,车厢里正在发生的虐杀事件,还远远不止这些。 断肢,折磨,残害,甚至是强暴,所有人都大笑着,如同野兽一般对待着自己的同类。 更糟糕的是,陈雨琪注意到,后面的车厢好像也正在缓缓跳下一些行为诡异的人影。 陈雨琪见到这一幕,双腿一软,跌坐在地。 而那个之前跳下车厢的大笑人看到陈雨琪时,立刻流着口水扑了上来。 可接下来一个人影猛然闪出,然后挥舞着手里的东西将那大笑人打翻。 是之前开门的眼镜男打翻那大笑怪人。 眼镜男催促周围几个人快点跑。 正当陈雨琪不知道该往哪里跑时,随着隧道里传来刺耳的轰鸣声,眼镜男拼尽全力大喊,快点向前跑,后面的地铁撞过来了。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视线模糊,耳朵里只有轰鸣声的陈雨琪吐了出来。 不只是他,互相搀扶着向前狂奔的其他几人也在地铁相撞的瞬间摔倒呕吐。 刺耳的冲撞与锐利的金属摩擦声充斥在整个隧道里,强撑起最后一丝神志。 陆霞克和眼镜男等人继续爬起身,踉呛着向前奔跑。 被冲撞的地铁仍然没有停下来,巨大的冲击力不但让后面的车厢挤压变形脱轨,前面的车头在冲击下,甚至侧翻着向前滚动。 车厢里原本挤满的人群,刹那间如同液压机下的沙丁鱼罐头一般,挤压出了鲜红色的汁水,浓烈的血腥味夹杂着诡异的烤肉烧焦味,充斥在幽暗深邃的隧道里。 幸亏眼镜男提醒得早,陈与其等人跑出一段距离,后面的地铁才撞上来。 如果再晚上一会,先不说翻滚的车头了,就算那些飞溅的车厢残渣,也足以将他们击得粉碎。 跑出一段距离,感觉相对安全后,陈与其表情痛苦地捂着胸口,此时的他脑袋仍然是绚运的,刚才的奔跑基本都交给了身体的本能。 再又缓了一会,耳朵的嗡鸣声逐渐消失后,陈与其听到了陆霞克的声音。 此时的陆霞克正在喋喋不休地感慨,到底什么鬼,怎么手机没信号,怎么电话打不通,这是哪呀? 得快点报警才行,这次的冲撞肯定出现了很多伤亡,要救人呀,可电话怎么还是打不通呀? 陈与其咬牙切齿地让陆霞克安静点,他脑子现在乱炸了。 听到陈与其的话,陆霞克沮丧地表示自己早知道就换个手机了,现在这破玩意根本没有信号。 随后他询问陈与其,没事吧? 隐约感觉陆霞克搭着自己肩膀的陈与其反感地告诉他, 只要别跟自己说话,自己就没事,另外不要动他的肩膀。 听到这句话的陆霞克一了一声,小声地表示他没有动呀。 陈与其皱着眉头使劲甩肩膀,无论是谁,他现在都不想有人碰自己。 可接下来,随着啪啪一声,陈与其身旁的流敏指着陈与其的身后发出惊叫。 陈与其闻声连忙回头,发现原来自己刚才甩落的竟然是一只断手。 周围的几个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面色发白。 这时,陆霞克走过来安慰陈与其没事的,应该是刚才的冲撞甩出了一些肉体碎块。 别担心,这些东西,估计现在隧道里这玩意到处都是。 听到陆霞克的话,陈与其不禁一阵头晕,叹了口气。 他抬起头查看周围的环境,此时身边站着的除了流敏,陆霞克以及眼镜男外, 还有几个之前同样被挤出车厢,然后听从眼镜男提醒逃命的乘客。 这时,陆霞克询问周围的人手机有没有信号,有的话赶紧打电话报警, 可周围的人在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后,都默默地放回兜里,没有信号。 这时,人群中的眼镜男看着身后扭曲变形的地铁残骸,再次提醒其他周围的乘客, 刚才的冲击和爆炸不知道会不会引起隧道的坍塌,总之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说。 没记错的话,下一站应该是德鲁门站,按照他平常上班的经验,再往前走一段路,估计就可以到站台了。 一听到站台,陈与其有些担心,之前的几站都变成了那个样子,德鲁门站会不会也。 仿佛看出了陈与其的担忧,眼镜男扶了一下眼眶,告诉众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前往下一站。 后路已经断了,留在这里没有信号,如果隧道坍塌,可能还会受到二次伤害,还不如尝试一下。 更何况,地铁不到站,站台的玻璃门都是关闭的。 陆霞克拿着吉他,歪着头询问眼镜男,玻璃门的话,假如出现之前那些站台的事情,岂不是很轻松就可以打碎? 听到这个问题,眼镜男冷笑一声道,据他所知,地铁的玻璃门都是高抗压的,过了检票口,没有特殊工具,光拿着拳头砸,或者就算拿着消防器砸,也不可能砸开,所以,快点走吧。 众人听罢,也纷纷点头赞成。 就那样,陈与其一行人顺着幽暗狭窄的隧道向着德鲁门站走去。 然而,当他们走了几十分钟,终于来到德鲁门站时,玻璃门外的场景瞬间消灭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站台上的楼梯扶手如同装饰物一般,塞满了红黄相间的人体残肢,被扒光的尸体横气束扒得到处都是。 他们有些肚子被剖开,有些没有头颅,有些甚至只剩下了躯体。 陈与其注意到另外一边的电动扶梯旁,一个跪在地上疯狂扭动挣扎的人影被几个人按住,然后有一个浑身鲜血,表情扭曲癫狂的男人趴到他的肚子上,使劲撕咬开皮肉,然后拽出肠子,伴随着内脏被一点一点地拽出来。 那个人影淒厉的惨叫,即使隔着具有隔音功能的玻璃门,陈与其等人也听得清清楚楚。 眼镜男见到这些,脸色阴沉地让所有人蹲下来注意隐蔽。 这他妈的什么鬼?陆霞克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无论是之前快速闪过的站台,还是车厢上发生的血腥荧幕,一切都过得太快了。 这也导致陈与其等人并没有意识到一切已经糟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站台上堪比地狱的场景,在惨白明亮的灯光中显得那么刺眼而又真实。 告诉众人现在继续往前走吧。没有办法了。 为了安全起见,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地蹲靠在站台侧边,悄悄地向前走去。 相对来说,只要不靠近,在这个地方,外面那些大笑的疯子根本看不到。 当然,前提是不靠近。就在陈与其等人走到一半时,陈与其突然感觉头顶的玻璃门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感觉有些不对劲的陈与其缓缓抬头向上看去,只见玻璃门外一个鼻青脸肿的,已经看不出性别的人趴在地上,仿佛求救一般,无力地拍打着玻璃门。 其他几个人听到声音也抬头看到了这一幕。 这时,众人里一个年纪较小的青年实在承受不住,站起身不要命地向前狂奔,他这一跑,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跑了起来。 眼镜男想要阻止已经晚了,陈与其等人只好站起身,祈祷外面的疯子没有发现他们。 等站起身准备逃跑时,陈与其不由地看了一眼站台,这时他才注意到那个拍打玻璃门的人只剩下了半截身体,他的后面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血痕,而他另外半截身体上,正有一个光头疯子趴在上面大笑着疯狂输出。 而在陈与其站起身时,他的眼睛刚好和光头对上,那种恶心到极致的贪婪和疯狂,不加掩饰地从光头眼里流露出来。 眼镜男见状,催促陈与其等人快跑,话音刚落,众人立刻跑了起来。 背着吉他跟在人们后面的陆霞克边跑边问道,玻璃门不是高抗压的吗?为什么要跑? 眼镜男略显紧张地回答说,他刚才看到了一个疯子,上半身穿着的是工作人员的制服。 工作人员又怎么了?玻璃门难道是用钥匙就能打开的吗? 陆霞克仍然不理解眼镜男为什么这么慌张。 而眼镜男接下来的话,让陆霞克不禁加快了逃跑的步伐, 他说自己看到那个工作人员正拿着合金逃绳锤敲开一个尸体的脑袋, 如果用那把锤子敲碎玻璃的话,站台上那十几个疯子突破玻璃门只是喘息的功夫而已。 果然,没跑一会,陈与其等人隐约间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 最后的陆霞克不禁回头看了一眼,还好玻璃门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整块碎掉。 不过下一刻,伴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狂笑声, 粘连在一起的大块碎玻璃被推倒在隧道里, 随后接二连三的人影伴随着癫狂的笑声,从站台上不要命地跳了下来。 妈的,他们来了!骂了一声,陆霞克转过头,背着吉他继续狂奔。 可在跑了一会后,陆霞克发现前面的陈与其等人不知为何停了下来。 他刚想催促大家快跑,可一低头却看到最开始逃离的那几个同伴此时倒在地上, 已经变成了一句句笔直而又僵硬的尸体。 陆霞克见状,刚想拉过身前的陈与其等人跨过尸体继续逃命时, 眼镜男立声喝止了他小心点,有电。陆霞克听罢,刚刚伸出去的脚立刻缩了回来。 此时,身后的狂笑声越来越近,伴随着急促的呼吸声,眼镜男告诉众人接下来自己的计划。 首先,两个女生跨过尸体,千万不要触碰铁轨,踩着空地继续往前跑, 然后自己和另外一个男的留在这里,边退边牵制,引诱那些疯子触电。 说完,眼镜男看着陆霞克询问道,我一个人做不到,你会来帮我吧? 陆霞克听到这句话,眼神坚定地点头表示,那当然。 当陈与其和刘敏,前脚刚小心翼翼地跨过尸体,避开铁轨,通过岔道口进入左边的隧道后, 后脚身后那几个大笑的疯子就已经追了上来,眼镜男这时解下背包,提醒身旁的陆霞克, 他们主要目的就是引诱那几个疯子接触到尸体和铁轨,但千万注意自己不要碰到铁轨和尸体, 现在后撤,就那样。 陆霞克一边跟随眼镜男的步伐,极为谨慎地避开地上僵直的尸体和铁轨, 一边紧张地注视着不断靠近的狂笑疯子。 深吸一口气,陆霞克的额头不禁冒出层层冷汗。 一个冲在最前面的大笑疯子无视尸体,如同疯狗一般踩着尸体扑了上来。 眼镜男瞅准机会,挥舞背包将扑来的疯子打翻, 后面的疯子也因为冲进太足没杀住车,被第一个摔跤的疯子绊倒。 只剩下了两具僵直的尸体。陆霞克健壮,胆子也不由得大了几分, 可就在他身腿要踹扑过来的另外一个感染者时, 旁边看到这一幕的眼镜男大声喝止。 他让陆霞克动作不要那么危险,用吉他砸他们就行,边打边退。 陆霞克听闻,却摇着头为难道,这把琴可是限量款, 阿尔达米拉M3000。M3000啊! 为了这把琴,自己从来都不坐飞机不拖运,M3000怎么能? 然而,陆霞克的话还没说完,又一个感染者扑了上来。 陆霞克下意识地伸脚踹开,而当他落脚的时候, 差点踩到一边的铁轨上。 眼镜男用背包又一次打翻一个感染者后,气得几乎骂了出来。 如果感觉吉他比命重要,那就继续保护你的吉他吧,若智。 陆霞克冒着冷汗努力稳住身形,有些心疼地摸向了身后的吉他。 不过突然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陆霞克兴奋地告诉眼镜男还有东西。 说着,陆霞克掀开衣服,从腰间解下了便携扩音器, 抓着腰带扔圆了,砸在了扑过来的感染者头上。 就那样,在边打边退之下,陆霞克和眼镜男逐渐退到了插道口后面。 可这时,令人奇怪的一幕也出现了。 之前差不多有五六个感染者被打倒后,接触到其他尸体或者铁轨直接电死, 而剩下的几个仿佛意识到了些什么,居然停在铁轨边没有冲上来。 眼镜男见状,有些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看上去这些不像是丧尸呀,他们难道是在思考? 陆霞克瞟了一眼眼镜男,有些得意的嘲讽说, 之前不是说二十一世纪不可能有丧尸吗? 咋啦?现在信了? 眼镜男深吸一口气,示意陆霞克闭嘴。 然后,眼镜男开始和对面的几个感染者沟通, 可眼镜男只说了几句话, 一个感染者就大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冲了过来。 这一次,他仿佛注意到了铁轨带电,特意避开了尸体和铁轨。 可就在他马上要穿过岔道口的铁轨时, 眼镜男和陆霞克同时出手, 分别挥舞手中的背包与扩音器, 冲着感染者砸了过去。 于是,铁轨上又多出了一句 脸上滞留着诡异笑容的僵硬尸体。 见到这一幕,对面几个感染者 仿佛歇斯底里一般大骂着来回徘徊, 甚至有几个愤怒到开始疯狂地删自己的脸来发泄。 陆霞克见状询问眼镜男, 实在不行先撤吧, 看这些人一时半会应该是不敢追上来的。 可眼镜男却摇着头否定道, 这些疯子已经意识到了, 这部分铁轨有电, 假如不干掉他们, 他们一定会避开障碍物跟上来的。 没有这道保护, 只有他们两个男的, 肯定打不过这些疯子的。 听到这,陆霞克有些无奈, 但这些人看上去也不敢过来啊, 怎么才能让这些疯狗过来? 说到这时, 陆霞克突然心生一击, 然后他拍着自己的脸, 开始挑衅被铁道拦住的几个感染者。 有种就过来啊, 之前不是想追吗? 对面又不是小孩, 怎么可能说几句就冲过来? 可谁知对面的几个感染者, 听到陆霞克的嘲讽, 原本狂笑的脸, 逐渐变成了猙獰的愤怒, 本就冲雪仗的通红的面颊, 此时如同恶鬼一般, 眼球瞪得突出, 仿佛随时都会脱落。 接着就见剩余的几个感染者, 叫骂着极度肮脏龌龊的词汇, 不要命地冲了过来。 陆霞克见状, 扔掉手里已经残破不堪的扩音器, 面前的铁轨上几乎满是僵硬的尸体, 不知道是不是导电减弱的原因, 最后一个感染者居然倒在其他尸体上时就爬了起来。 眼镜男的背包最后都砸烂了, 里面已经破烂不堪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堆文件, 全部都掉了出来。 我们好像杀人了呀。 陆霞克到现在都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刚才经历的都是真的。 眼镜男默默地摇了摇头, 没有回话, 他以前做的事情都是救人, 杀人倒真的是第一次。 正在这时, 陆霞克注意到了掉落在一边的眼镜男证件。 他好奇地拿了起来, 指尖上面写着杨和修东江C市联合医院, 没想到还是医生呀。 陆霞克到, 眼镜男点点头, 然后从陆霞克手里拿过证件, 探着气爬起身, 开始满地寻找掉落的资料档案。 医生的力气都这么大的吗? 陆霞克继续问道, 杨和修检查了一下背包, 确认了真的不能再用后, 丢到一边, 回答说他是骨科医生, 每周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几次。 正在说话间, 隧道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陆霞克和杨和修顿时紧张起来。 还好, 最后从前面隧道里跑出来的是陈雨琪和刘敏, 他们看到陆霞克和杨和修也松了口气, 这么久都没见到人影, 他俩担心别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想着过来看看。 然而, 杨和修却摇着头批评陈雨琪二人太傻了, 如果他们出事了, 两个女的过来也帮不上傻忙, 只是来送人头罢了。 可陆霞克却安慰陈雨琪别听那些, 毕竟现在地铁站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接着往前跑, 说不定危险更大。 陈雨琪无奈地耸了耸肩, 随后告诉了陆霞克二人一件算是不错的好消息。 他们刚才在前面的隧道里听到了广播, 地铁中控室好像没有沦陷, 里面的工作人员通过监控摄像头注意到了他们这几个人。 最最关键的是, 那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前面的环和路站台是安全的, 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 安全? 怎么可能? 陆霞克和杨和修都有些不太相信。 然而, 当他们来到环和路站时, 除了一辆停靠的地铁外, 敞开的站台玻璃门中居然真的没有任何大笑的疯子。 不过其他环境和之前的站台没有太大的区别, 依然是遍地的尸骸, 惨死的肉体。 特别是那辆停靠的地铁, 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燃血的铁罐头, 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列车长的人脑袋卡在门里, 已经被反复压得变形, 原本的扶手上挂着一个个残破不堪, 甚至都看不出哪一部分的人体组织, 地板一踩上去, 感觉随时都会被满地红褐色的枝叶滑倒, 如同没有晾干的衣服那样。 有些挂在上排的人体组织还在不停地往下滴血, 空气中充满了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座位上被蹂躏过的石块到处都是。 在路过一具只剩下残破躯干的尸体时, 陆霞克皱着眉头询问周围的几人。 没记错的话, 地铁里应该不能带危险刀具啥的吧? 那些疯子是怎么做到把人整成这样的? 杨和修叹了口气告诉陆霞克, 虽然不想承认, 但在正常情况下, 只要避开关节撕裂皮肤, 人类是有能力手撕同类的, 而想要撕开皮肤, 正常人类的咬合力就可以做到。 关键的是, 杨和修现在都想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丧尸还是其他的什么, 恐怖行动的话, 也不可能范围这么大, 牵扯这么广吧。 总之, 先到站台看看手机有没有信号吧。 确认周围真的没有任何大笑的疯子后, 陆霞克一行人爬到站台上, 打开手机试图报警。 然而, 每个人都是了一遍报警电话, 居然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 看来, 这糟糕的一切不仅仅发生在车站。 正在杨和修询问陈雨琪, 他在隧道里听到的那个广播到底是怎么回事时, 站台里传来了播报声。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话, 冲着你们左边斜上脚那个摄像头点点头。 陈雨琪等人听罢, 立刻寻找摄像头, 然后点头回复。 好了, 能听到就行, 如果想和我沟通的话, 你们进入站台左侧那个电梯里面, 但最好不要上去, 因为我不确定上层的厕所里有没有那些疯子, 我这边的监控只能看到站台, 隧道和上边乘车大厅的大部分画面。 听到这话, 杨和修立刻转头打开电梯, 不知道算不算是幸运, 电梯里面没有任何的尸体和血液。 按照广播里的声音, 杨和修等人按下了电梯中的求救按钮。 广播里的声音这次换到了电梯中, 那头的人表示自己是地铁中控室的执勤人员。 陈雨琪他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那个人通过监视器看了很多隧道和站台的监控, 可以说基本都变成了人间炼狱, 无意幸免。 目前只看到了陈雨琪这几个幸存者, 而且因为环和路偏远, 这里的站台小, 一些外逃的幸存者, 外加自己用广播吸引走的那些感染者, 几乎全都追了出去。 关上门后, 可以说环和路已经是地铁线路里最安全的一个站台了。 说着, 中控室中的那个执勤人员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旁边的玻璃。 杨和修听完这些, 连忙询问对方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地铁线路已经全部都沦陷了吗? 地铁线路啊, 何止是地铁线路啊? 我这边监控看了一些外面的情况, 只能说我能看到的所有地方都是这个屌样子, 你们如果能自己拿手机上网看一下, 说不定就能明白了。 对了, 这个站台并不是一直安全的, 因为地铁线路里出现了不止一次追尾车祸, 所有的线路几乎已经全部停止了运作, 而隧道里可以说全部都是那些杀人为乐的疯子, 他们有些在隧道里没有方向的乱跑, 说不定过一阵子就会有人到达环和路站, 总之小心点吧。 杨和修这时询问值班人员, 那怎么办? 报警电话根本打不通, 等在这里和接下来在隧道里走都是找死,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别急, 我不敢保证你们百分之百能活下来, 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给你们提供帮助。 首先出了电梯, 你们直队的方向有一个饮料贩卖机, 贩卖机旁边应该可以看到一个警用应急装备箱, 密码是9527, 打开之后里面应该有防暴盾和警棍, 本来电梯旁边就有一个消防应急箱的, 里面有消防服, 但我在监控里看到, 好像已经被破坏了, 里面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 所以你们就先拿着防暴盾和警棍吧。 然后,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你们出去, 毕竟我所知道外面的情况和地铁里都差不多。 现在, 我有几个选择给你们。 一, 是我关闭站台的门, 尽可能保证环河路站相对封闭, 你们在这里等待救援。 二是继续往前走, 前面隧道里有一个设备管理室, 通过门禁可以到达风景口, 在那里可以到达室外, 而且是郊区, 人应该不会太多。 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继续再往前走, 差不多再走两个站台的路吧, 有一段隧道出口就在那, 另外这条线是机场线, 这两站光是坐地铁都得二十多分钟, 走路的话估计要很久很久, 总之看你们吧。 在众人思考到底该怎么选时, 陈与其有些好奇地询问对面的工作人员, 他怎么没有逃离呀? 名叫徐海水的工作人员听到这句话后, 叹了口气, 回答说自己估计是不可能出去了。 徐海水默默地看向了玻璃窗外, 此时, 地铁控制室外的大厅里几乎挤满了狂笑的疯子, 有几个浑身赤裸的感染者一边用手里的扳手敲打玻璃, 一边如同铁冰棍一样趴在控制室的玻璃上贪婪的铁士, 身后的铁门也在不断传来令人头皮发麻的撞击声。 这里曾经是整个地铁线路中客流量最大的地方, 现在却变成了整个线路中最令人绝望的地狱。 在思索一番后, 杨和修率先拿定主意, 先关闭环河路站台的玻璃门。 他们需要休息, 顺便趁着休息的时间用手机联络外界, 搞清楚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再前往风景口逃离这里。 中控室里的徐海水同意了杨和修的选择。 在关闭站台玻璃门前, 徐海水让杨和修等人前往站台侧面的屏蔽门后, 那里有一个抢修箱, 里面会有锤子扳手什么的, 可以当做出井棍外的防身武器。 陈雨琪和刘敏也拿了小锤子当做防身。 为了方便联系, 徐海水又和所有人换了手机号以及其他联系方式, 这样就不用通过广播或者电梯里的紧急电话通话了。 准备完这些后, 站台玻璃门暂时关闭, 勉强拥有了安全环境的陈雨琪等人, 总算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了。 杨和修走到贩卖机前, 手机扫码打算买瓶水喝, 可试了好几次, 一直显示网络服务忙。 这时, 等在后面的陆侠客不耐烦地推开杨和修, 灰无紧棍直接打碎了贩卖机的玻璃。 清理好周围的玻璃扎后, 陆侠客伸手从里面拿出三瓶果茶, 告诉杨和修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特殊时期特殊对待, 不要一直那么死脑筋呀。 杨和修瞟了一眼陆侠客, 没有回话, 然后伸手拿出一瓶矿泉水, 走到一边独自喝了起来。 陆侠客见状也没有说话, 走到站台上的座位旁, 将手里的果茶递给了陈雨琪和刘敏。 看到拿着手机的刘敏面色惨白, 陆侠客询问陈雨琪他俩咋了。 陈雨琪红着眼眶回答说, 他们刚才给家里人打电话。 很不好, 一切都很不好, 自己给父母打一直都打不通, 刘敏那边倒是打通了, 但刘敏的父亲被困在车间。 说到这里, 陈雨琪看了一眼身旁的刘敏, 没有继续说下去。 随后, 他询问陆侠客家里人怎么样了。 这时, 陆侠客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联络家里人, 不过他也无所谓。 按照陆侠客的话, 他的父母早就离婚了, 自己跟着父亲, 弟弟跟着母亲。 本来父亲在组建新的家庭后, 对他也是爱搭不理, 在搞音乐后, 可以说是跟父亲彻底决裂, 断了联系, 母亲那边就别说了, 更没有联系。 整个家庭里, 唯一跟他还有联系的, 就是亲弟弟陆小虎。 对了, 小虎不知道在机场那边怎么样了, 那里好像还有军队, 说明情况会好一些。 说着, 陆侠客拿出手机, 也逐渐凝重起来, 他又尝试了使用其他软件进行联系, 但依然没有回应。 那小子还学会不接我电话了。 虽然在抱怨, 但陆侠客的心理已经焦急到了极点。 正在这时, 站台里猛然传来一阵闷响, 同样焦急万分的陈雨琪突然被吓了一跳, 转头望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只见正盯着手机发呆的杨和修, 脚下刚才拿的那瓶水此时掉在地上撒了一地。 过了几秒, 仿佛意识到自己失态的杨和修急忙弯腰捡起地上的水瓶, 然后扔进了垃圾桶里。 陆侠客见状, 走过去询问杨和修怎么了? 只见杨和修颤抖着嘴唇回答说他刚才给父亲打电话, 但只响了一声, 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的天, 我还以为啥事呢? 挂你手机而已, 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我刚才给我老弟打电话, 半天都没有人接通, 我都没像你这样。 陆侠客的话音刚落, 杨和修有些神经质地摇着头告诉陆侠客, 不对, 无人接听还好, 他的父亲不可能注意到有电话, 还直接挂断的, 更何况是他的电话, 只有一种可能。 说着, 杨和修慢慢低下头,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父亲在躲避那些疯子, 然后他打电话的铃声暴露了父亲的位置。 听到这些, 陆侠客张嘴想说两句安慰杨和修的话, 但一想到, 假如因为自己的电话暴露了亲人的位置, 导致原本还有生还可能的亲人遇难, 一种难言的窒息感就充满了陆侠客的胸口, 他握着手里的手机, 甚至都不敢继续联系自己的弟弟。 看到不远处拿着手机想要继续联系外界的陈雨琪, 陆侠客急忙跑了过去, 他告诉陈雨琪, 打不通的话就不要再打了, 过一阵子吧, 假如情况好的话, 该联系的人会联系到的, 现在先别急。 对了, 以防万一, 手机先静音吧。 陈雨琪有些纳闷, 陆侠客怎么突然说这些? 望了一眼低着头靠在墙边的杨和修, 陆侠客小声地将刚才的事情告诉了陈雨琪。 就那样, 即使对亲人或朋友的情况关心异常, 陈雨琪等人也不敢再打手机联系他们, 甚至连短信也不敢发, 所有人都低着头默默查看手机里能看到的相关新闻, 也许是因为太过突然的原因, 居然没有多少新闻报道这些, 只有一些拍摄粗糙, 甚至都没有剪辑过的视频上传, 然而对于目前的状况却没有真正的定论。 有的视频说这一切是早有预谋的暴乱, 有的则说是奇怪的病毒爆发, 更有甚者直接挽起了宗教那一套, 说是什么审判日来了, 追随他的上天堂, 反对他的下地狱。 看了一大圈, 几乎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不过一些国外的视频显示, 他们那边也正在经历同样的动乱, 看来这一切居然是全球性的。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形形色色, 这种时候居然还有人在直播, 有的躲在家里拍摄外面发生的情况, 有的则在高层俯视角拍摄混乱的街景, 还有的通过无人机在城市中穿梭进行直播。 但可以说无一例外, 这些人目前的处境都比较安全, 除了一个网名叫做爱冒险的拉朵的博主。 晨以起点进去的时候, 屏幕都是黑的, 但隐约间可以听到癫狂的笑声和主播紧张的喘息声。 过了一会, 笑声逐渐远去, 这时主播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好了, 家人们, 我感觉那几个傻逼应该走远了。 说话间, 手机屏幕亮了, 一张胡子拉叉, 憔悴知己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那个主播一边谨慎地看着四周, 一边给观众解释, 我的天, 当地向导明明说了, 这里的土著都现代化了, 而且这边又没有深入雨林, 旁边就有城市, 怎么还有识人族? 不行了, 我得去最近的服务站求救。 说着, 随着手机的晃动, 一个野外探险博主从树上爬了下来。 晨以奇注意到, 此时直播间只有三个观众, 他发消息提醒主播那不是识人族, 很多地方都变成了那个样子。 然而, 主播好像忙着逃跑, 根本没有注意到。 甚至他边跑还边提醒观众不要介意屏幕晃动, 他的平衡架刚才逃跑的时候扔了。 过了一会, 晃动的屏幕总算稳定下来, 探险主播的脸再次出现在屏幕里, 他喘着气告诉观众总算安全了。 他看到前面有几个护林员, 好像在调查一个斑马的尸体。 护林员有枪, 旁边还有辆吉普, 大家不用担心他了。 说着, 主播又提醒观众, 以后到了达鲁国一定要注意别乱跑, 这里真的有识人族, 当地向导都中招了。 陈雨琪以为主播这时会看评论, 于是叫陆霞克一起在直播间发评论提醒主播。 然而, 那个探险主播却没有看手机, 用仰拍视角静止走向了护林员。 他先是用不熟练的当地语言和护林员沟通, 可还没说几句, 只见屏幕里的探险主播逐渐从高兴的表情变成了吃惊, 然后又变成了惊恐。 接着, 他骂了一声那些疯子在操斑马, 然后直接扔掉手机跑了起来。 直播画面再次变黑, 紧接着, 黑暗中传来一串枪声, 疯狂的大笑声, 以及陈雨琪等人根本听不懂的外国语。 最后, 主播的惨叫传了出来, 他先是大声地呼喊着当地语言, 应该是求救, 或者试图和当地人谈判, 但慢慢地, 外国话变成了母语, 主播绝望地大喊着救命, 不要, 操, 操, 陈雨琪实在听不下去了, 正在他打算退出直播间时, 屏幕又亮了, 手机好像被什么人捡了起来。 镜头中出现了一个满脸鲜血的外国人, 他大笑着看着屏幕, 然后机里呱啦说了一堆话, 随后屏幕一转, 腿部中弹, 衣服被扒开, 四肢被抓住的探险主播出现在屏幕里。 此时的他已经没啥力气呼救了, 一条伤口竖着从胸口一直滑开到小腹, 鲜血和内脏不停地往外涌, 然后那个护林员又机里呱啦说了几句, 大笑着将手机塞到了探险博主的肚子里, 开始疯狂地搅动, 原本没什么力气的主播被突然的脚痛折磨得再次开始尖叫。 陈雨琪这时急忙退出了直播间, 疯了, 整个世界都疯了。 这个时候, 整理好情绪的杨和修走了过来, 他表示, 大家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弄清楚了眼下的状况, 接下来他又打算是从风景口出去, 留在这里, 他感觉并不安全, 因为这里的玻璃抗压性虽强, 但依然可以打碎, 一旦出了问题, 无路可逃。 他刚才看了地图, 风景口出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 就有景区, 他们可以去那里寻求庇护。 而且, 就像中控室那人说的, 这边已经靠近郊区了, 人气相对稀少一些, 逃跑的话方向也多。 所以, 有谁打算跟他一起前往风景口? 陆霞克耸着肩膀表示自己都行。 陈雨琪则小声地询问身边的刘敏, 他如何打算? 还有, 不等刘敏说话, 所有人的手机同时震动起来, 是刚刚组建的群聊。 中控室的徐海水正在发起通话, 陈雨琪连忙接通。 注意点, 我看到环河路站附近的隧道里, 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疯子, 你们要是决定在环河路站躲避, 最好赶紧躲到上层去, 要是想要逃离的话, 那就快点做决定, 离开这里。 陈雨琪又看了一眼刘敏, 询问他却还是刘, 但无论怎样, 自己都会陪着他的。 沉默了几秒, 刘敏抬起头, 告诉众人那就走吧, 去封井口。 临行前, 杨和修和众人对于接下来的路线 做了一些计划。 首先, 进入隧道后, 处于中控室的徐海水 可能因为信号问题 不能与他们沟通, 当然隧道里有广播, 但这种容易吸引感染者 注意的沟通方式, 不到迫不得已, 最好还是不用, 所以接下来的路基本 只能靠他们自己。 另外, 徐海水提醒陈雨琪等人, 那个封井口最外层的金属网 应该有内索, 那里有撬棍和断线前。 关于各种门禁, 除了还有一个逃生通道 用门栓和普通所外, 其他使用门禁的徐海水 已经开启紧急权限, 陈雨琪等人可以畅通无阻, 只要穿过紧急通道 就可以到达风景口了。 最后就是那个风景口, 一般会有值班工作人员, 但徐海水在监控里看到, 之前有几个工作人员 好像也疯了, 不过, 在他们跳到隧道里 想寻找攻击目标的时候, 遇到了正在行驶的列车。 所以, 就算陈雨琪他们 到达那个车站区间的风景口, 应该也不会遇到什么疯子, 就算有的话, 也不会太多, 至少在监控里, 徐海水没有看到。 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 风景口内部, 因为那里没有监控。 同样的, 风景口外面的情况, 徐海水也不敢保证, 毕竟在风景口外面 没有摄像头, 就那样, 在大致了解了 风景口的相关信息后, 陈雨琪一行人便出发了, 他们还在杨和修的建议下 带了一些果汁饮料, 以防被困没有不及。 出发的时候, 看着周围几个同伴, 陆霞克有些中二的表示, 他们四个人 好像游戏里的经典团队呀。 两个安静的妹子 是法师和刺客, 杨和修是个辅助奶妈, 自己则是优雅的淫游诗人。 谁知一直很正经的杨和修 却吐槽说没错, 就和博德之门里面的淫游诗人一样, 话多轻浮, 没有任何卵用。 陆霞克没想到, 杨和修这个不苟言笑的医生 竟然也知道那个游戏, 瞬间好感动猛增, 甚至还提出等一切都过去了, 他们可以加个好友一起玩。 杨和修没有回答是否可以, 但他一直板着的脸 也终于缓和了一些。 最后他还提醒陆霞克, 其实他们这个组合 更像是求生之路。 不怎么玩游戏的陈雨琪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这些谈话 也让他对于回归正常生活 多了一些憧憬。 等一切过去了, 去陆霞克住畅的酒吧 喝一杯也未尝不可。 在隧道中走了不知多久, 队伍最前面的陆霞克 指着隧道里一处亮光, 高兴地告诉众人到了那里, 确实如同徐海水描述的一般, 是一个像是小型站台的地方, 但没有隔离门, 只有金属围栏进行阻隔。 确认位置没错后, 陆霞克和杨和修率先登上站台, 找到了写着 设备管理雕食的房门。 有了徐海水的帮助, 一切可以说是顺利无比。 他们先是拿到了撬棍和剪线前, 接着在门禁解除的员工通道 一路进入了紧急通道, 紧急通道甚至都没有锁。 最后, 陈与其等人来到了一扇铁门前, 触摸着略显冰冷的门把手, 陆霞克感叹终于要离开这里了。 可就在推开门那一瞬间,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夹杂着难言的恶臭 顿时喷了出来, 陈与其等人瞬间被熏得倒退几步。 就在这时, 位于最前面的杨和修爆喝一声快捣。 旁边的陆霞克想也没想, 立刻将手里的防暴盾架在面前。 然而, 即使有了准备, 陆霞克还是被猛然地冲力撞了裂浅。 杨和修一边快速挥舞手里的警棍, 击打一个冲出来的感染者脑袋, 一边让陆霞克等人快点拉上门。 可那个率先冲出来的感染者, 后半的身子却卡住铁门, 死活也关不上。 说时迟那时快, 眼见更多的感染者叫冲过来时, 陆霞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直接将那个感染者顺利拽了出来。 杨和修也不废话, 瞄准那个感染者后脑的位置, 一紧棍就敲了下去。 然后立刻转身, 与陆霞克一起死死地拽住铁门。 快点, 快点, 给徐海水打电话, 让他打开门禁。 听到这句话, 本来想一起帮忙拉住铁门的陈雨琪 立刻掏出电话。 拨通后, 徐海水略显焦急的声音传了出来, 没事, 没事, 刚才你们关门的时候, 我已经打开了门禁。 此时, 中控室的徐海水 已经通过求生通道的监视器 看到了一切。 当他看到, 好像有人冲出来的时候, 徐海水的心都提起来了。 虽然窗外也全是感染者, 但陆霞克那边的情况 让他更加揪心。 得知打开门禁后, 陆霞克等人放开门把手, 松了口气。 听着门后此起彼伏的癫狂笑声 以及误会不堪的辱骂声, 陆霞克有些纳闷, 刚才怎么没有动静? 杨和修摇着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也许里面的疯子 刚才一直沉迷于谢狱吧。 接着, 杨和修注意到 陈以奇和刘敏 有些恐惧地 看着倒在地上的感染者, 他告诉两个女生 别怕, 自己刚才打的那一下, 只要还是人类, 一时半会是爬不起来的。 一时半会的意思是, 还没死吗? 听到这话的陆霞克 立刻上前挥舞手里的警棍, 疯狂敲击感染者的脑袋, 直到感染者的脑袋变形, 蹊跷出血, 陆霞克才停了下来。 杨和修没有阻止 陆霞克刚才疯狂的行为, 因为即使陆霞克不动手, 自己也会砸断疯子的脖子。 毕竟刚才即使只瞥了一眼, 风景口里的场景 就深深地印在了杨和修的心中。 像腊肉一般 被悬挂在风景口 爬梯上的半腊尸体, 被砍下来的 遭受着感染者侮辱的头颅。 还有一个不知道 是不是感染者的人, 身上的所有洞 几乎都被占了。 只能说 这些人已经不算是人了, 即使还有思维, 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人类了。 电话里, 徐海水不停地向他们道歉, 他没想到 风景口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外面是湿地公园, 远在郊区, 本来应该是 不会有多少人留的, 而且风景口一般是所住的, 怎么会有人在里面呢? 陈与其无奈地叹了口气, 可能是某个滞留的工作人员 也想到了从这里逃跑, 只是看来, 就算人际稀少的湿地公园 也未能幸免, 现在留给他们的 路的位置更多, 因为距离太长, 这段路的隧道里 摄像头也很少, 加上有可能没有信号, 到时候, 陈与其等人 除了徐海水 能涉及的两个站台外, 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 又一次泯灭, 众人的心情 瞬间降到了谷底。 正在陈与其等人 接受现实, 打算冒险前往 隧道出口的时候, 杨和修拦住众人, 他表示自己有个主意, 说出来可能有些疯狂, 但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 他们在这个世界里 生存的几率将大大提升。 陆霞克有些好奇, 什么主意? 杨和修回答说, 有没有看过一个 丧尸电视剧, 里面的主人公 将丧尸的血肉涂满全身, 靠着丧尸的味道 伪装成同类, 然后安然逃离。 难道说, 陈与其已经差不多 猜到了杨和修的想法, 但在现实里, 这么做真的有些疯狂。 杨和修表示没办法, 总得有人去试一试。 陆霞克有些不理解, 明明杨和修 最开始都不相信丧尸什么的, 怎么还看过丧尸电视剧, 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桥段呀? 杨和修苦笑一下, 告诉陆霞克, 自己不相信, 不代表自己不爱看, 以前是当个乐子, 但现在想一想, 确实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首先, 之前从网上搜集了一些信息, 那些疯子感染之后, 攻击的首要目标 都是正常人, 他们是怎么分辨同类的? 难道是外貌? 杨和修觉得不可能, 虽然感染者大多数 都在疯狂地大笑, 但在发泄欲望 或者极度愤怒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状态又是不一样。 就像之前封井口的那些, 在没有开门之前, 他们甚至沉浸在泄欲中 都没有什么大笑的状态。 所以, 除了外貌的话, 杨和修分析, 用来分辨同类的就是气味, 至于哪种气味, 目前看来人类应该是闻不出来的, 但这种东西 一定就存在于感染者身上, 而且, 这种病毒应该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要不然, 他们这么长时间 暴露于有感染者死亡的空间里, 早就该感染了。 所以, 模仿电视里的桥段, 说不定可以成功。 陆霞克也被杨和修这番话说动了, 既然这样的话, 他也看过那个电视剧, 这边刚好还有一个感染者的尸体, 要不然, 他们俩一起涂抹全身, 然后打头阵试试。 可陆霞克的提议, 却被杨和修瞬间拒绝, 他告诉陆霞克, 目前的这些都是自己的猜测, 不保证真的管用, 所以冒险的人最好只有一个, 另外一个有一定战斗力的人, 最好留下来保护女生。 叹了口气, 杨和修继续道, 毕竟都只是猜测, 如果错了, 可能暴露的一瞬间, 自己就会死掉, 难道大家不可以从隧道口逃出去吗? 一直没怎么说过话的刘敏突然说话, 看着杨和修, 不想让他冒险, 可杨和修再次拒绝说, 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如果这样下去, 也终归会遇到被感染者围困的情况, 趁着现在还有机会尝试, 他可以给大家试错, 正确的路不一定是一措而就, 但一定要迈出去第一步, 见杨和修心意已决, 其他人也不好说些什么。 在浑身涂抹之前, 杨和修拜托陆霞克, 用手机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有没有伤口, 他通过一些直播和之前的经历观察到, 感染这种病毒的前提, 好像是体液, 撕咬和眼口鼻进入液体, 如果身上有伤口, 很可能也会感染, 所以他做这一切, 要保证自己的皮肤屏障完整。 在彻底检查了一番后, 陆霞克拍着杨和修的肩膀表示没问题, 身体被棒, 现在自己可是给医生看过病的人了, 以后有的吹了。 杨和修笑了笑, 依然没有搭话。 鉴于感染者分解成肉块的过程太过血腥, 杨和修让陆霞克带着两个女生到逃生通道外面等待, 自己搞定之后, 会用手机给他们发消息, 表示准备好了, 然后开门进入风景口, 如果成功了, 会继续发消息给陆霞克他们, 如果失败的话, 陆霞克等人就不用打开逃生通道的门了, 继续往前走就行。 交代完这些后, 杨和修微笑着告诉陆霞克, 自己的博德之门还没有通关, 到时候可以联机试试。 就在即将关上逃生通道的门时, 杨和修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 转头告诉陈雨琪等人, 如果自己失败了, 陈雨琪他们从隧道口出去, 打开手机导航, 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个医院, 那里是军民两用机场最近的一个医院, 机场的驻守士兵看病都会去哪儿, 说不定这个时候那里会有军队保护, 他们可以前往那里避难。 说完, 杨和修便关上了逃生通道的门。 关上门, 杨和修缓缓走到尸体旁边, 看着已经头部变形的尸体, 杨和修深吸一口气, 接着掏出手机, 看到联系人中特别标注的老爹, 那一刻, 仿佛下定什么决心一般, 杨和修咬着牙关闭屏幕。 向来都是无神论者的杨和修, 将手机放在手里, 双手核实, 他第一次祈祷老天这次一定要让他成功, 让他能快点出去寻找那个曾经到处借钱供他上学, 在他年轻时打架被开除后, 放下尊严, 跪着求校长不要开除他的父亲, 那个背负了无数苦难, 却每次都骗他说没事的父亲, 这场他准备了好久的手术还没开始, 医院里的父亲还在等他, 一定要成功呀,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次呀, 拜托老天保佑, 一定成功, 老爹也一定要活着, 再又虔诚地祈祷了一番后, 杨和修疯狂的行动开始了, 老爹, 请最后再原谅一次我的鲁莽吧, 过了半晌, 在逃生通道外等待的刘敏突然站起身, 告诉陈雨琪, 他想和杨和修告别一下, 也许以后都没有机会了, 看杨和修还没有发消息表示一切完成, 陈雨琪等人让刘敏对于血腥场景做好心理准备后, 便同意他进去做最后的告别, 大概又过了几分钟, 正在和陆霞克聊天的陈雨琪突然感觉手机开始疯狂地震动, 打开后, 是须海水发起的群聊, 逃生通道出事了, 你们同伴把另外一个给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陈雨琪甚至感觉脑子都转不过弯, 同伴把另外一个杀了, 杀, 旁边的陆霞克也愣住了, 但很快反应过来的二人急忙冲到了逃生通道门外, 当看到楼梯上背对着自己的杨和修时, 陆霞克下意识地将陈雨琪护在身后, 他大声地询问杨和修怎么回事, 是在装那些感染者吗? 不要装了好吗? 徐海水都被他骗过去了, 自己承认他装得很像, 他能不能真的不要再装了? 拜托, 陆霞克最后的声音有些颤抖,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杨和修越来越大的笑声, 接着, 一颗染血的人头从楼梯上被扔了下来, 陆霞克定睛一看, 发现居然是刘敏, 随后, 浑身鲜红的杨和修转过身, 略带嘲讽地告诉陆霞克, 太, 太快了, 刚才的妹子死得太快了, 这一次, 他会慢慢地, 说着, 还为等楼下的二人反应, 杨和修直接狂笑着从楼上冲了下来, 陆霞克急忙架起防暴顿挡, 可下一刻, 左脚传来的剧痛让他直接摔倒在地, 我会让你们全身的骨头碎掉, 之前都是活着的, 见祸, 杨和修癫狂的话音刚落, 陆霞克瞬间感觉右脚也传来一阵剧痛, 他惨叫着灰无紧棍, 试图逼退杨和修, 可杨和修却只是看待猎物一般, 贪婪, 邪恶地盯着挣扎的陆霞克, 正在他要进一步攻击时, 陆霞克突然感觉身体一清, 然后整个人几乎都被拉出了逃生通道, 在拼尽全力拽出陆霞克后, 陈与其迅速起身, 冲到逃生通道门前, 试图推上铁门, 可杨和修却横跨一步, 用脚卡住门, 随后, 一只满是鲜血的手从能缝里伸出来, 接着又是肩膀, 很快, 杨和修小半个身子都叹了出来, 他疯狂抓闹着想要抓住陈与其, 眼见陈与其马上就要支撑不住时, 陆霞克艰难地爬了过来, 他学着杨和修的方式, 拿起手里的紧棍, 冲了杨和修的脚踝部分, 狠狠地捅了下去, 杨和修瞬间失势, 踉呛着就要倒下, 可最终, 也许是陆霞克打的位置不对, 杨和修并没有像他一样跌倒, 不过, 这已经够了, 趁着杨和修后退稳住身形的机会, 陈与其拼命推上铁门, 拉上门栓, 被锁在里面的杨和修先是疯狂地怒吼, 接着他大笑着告诉陈与其, 自己会去找他们, 然后好好治疗他们, 原以为最坏的情况是杨和修的计划失败, 却未曾想, 坏事从来都没有尽头, 没有什么触底反弹, 有的只是无尽的深渊, 为了以防万一, 在陈与其搀扶着陆霞克离开后, 徐海水打开了所有门禁, 看着监视器里艰难回到隧道里的陈与其二人, 徐海水压抑地说不出话来, 在之前, 即使自己周围全是感染者, 即使感觉掏声无望, 徐海水也没有此刻这样绝望过, 一切都没救了吗? 现在, 徐海水能做的, 只有在陈与其二人靠近站台给他发消息时, 打开站台喇叭, 不停地呐喊, 吸引感染者的注意力, 以及观察屏蔽门是否损坏, 他默默祈祷着最后的两个幸存者可以生还, 然而, 最后两站的路程太长, 加上陆霞克双脚受伤的原因, 整个过程漫长无比, 在经过长时间没有监控的路段时, 徐海水甚至担心, 下个监控里永远都不会出现陈与其二人的身影, 另外一边, 把防暴盾当作拐杖的陆霞克, 被陈与其搀扶着缓缓向前移动, 看到陈与其边哭边走, 陆霞克安慰说刘敏刚才应该走得很快, 没有受到什么折磨, 陈与其听罢, 啜泣着让陆霞克闭嘴, 叹了口气, 陆霞克小声地告诉陈与其, 杨和修士的好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被感染了, 看来这种病毒, 即使再好的好人, 也会变成无恶不赦的坏种, 红着眼眶的陈与其瞪了一眼陆霞克, 再次让他闭嘴, 现在自己只想安安静静地往前走, 其他的什么也不想回忆, 就那样, 陈与其搀扶着陆霞克在隧道里走走停停, 过了很久才到达第一个站台, 徐海水看到二人成功时, 兴奋地打开群星陆战广播, 用尽各种办法将成群的感染者注意力转移, 陈与其二人在徐海水的掩护下,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第一个站台, 还剩下最后一个站台了, 等他们快要接近第二个站台的时候, 陈与其拿出手机, 看到时间已经是下午, 很难想象早上的时候他的目标还是去上课, 下午就变成了活下去, 不过, 也许是幸运终于降临在了这两个可怜人身上, 第二个站台在徐海水的帮助下, 即使有一个屏蔽门已经被破坏, 但那些被广播声音吸引的感染者并没有注意到 爬在轨道旁缓缓爬过的陈与其和陆霞克, 离开第二个站台后, 此时搀扶着陆霞克的陈与其可以说是已经精疲力竭, 可他根本不敢停下来, 一是担心后面有感染者追上, 二是害怕自己停下来, 就会想起好友惨死的样子, 终于, 在快要黄昏的时候, 陈与其二人从隧道里走了出来, 看着久违的天空, 陈与其鼻子一酸, 眼泪控制不住地落下, 一旁同样看着天空的陆霞克感叹, 啊, 好美啊, 第一次感觉太阳和云这么好看, 陈与其深吸口气, 拿出手机给徐海水发去消息, 告知他们已经平安离开隧道, 但没有回复, 随着信号的恢复, 徐海水在群里上一条发的消息也跳了出来, 再也帮不到你们了, 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加油, 发送时间是半个小时前, 陈与其颤抖着, 在下面回复谢谢, 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在手机地图上查看好阳和休之前所说医院的陈与其, 推着陆霞克试图翻过铁轨旁的围墙, 看着明明比自己弱小许多的身躯, 还在尽力帮助自己, 陆霞克解下吉他扔到了墙外, 陈与其见状有些疑惑道, 这个不是很重要吗? 刚才走的时候死活都不扔掉这个累赘, 陆霞克不好意思地表示, 没事的, 摔一下吉他不会坏的, 可嘴上是这么说, 但心里还是有些心疼, 好不容易翻过围墙, 重新背上吉他的陆霞克, 在陈与其的搀扶下开始上山, 到达山顶时, 双脚脚踝已经肿成馒头的陆霞克实在有些扛不住了, 他拜托陈与其稍微缓一下, 而就在二人坐在山头休息的时候, 陆霞克注意到他们刚才逃离的隧道口方向, 此时居然出现了一些人影, 拿出手机放大镜头, 看清那些人影后, 陆霞克不禁骂了句脏话, 人群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浑身鲜红, 脖子上还挂着两个人类大腿的杨和修, 不知为何, 杨和修仿佛注意到了自己被人观察, 原本翻过围墙想要进入隧道的他, 突然抬起头看向了陆霞克所在的方向, 陆霞克见状, 急忙催促陈与其快走, 看到山脚下不断翻过围墙的人群, 陈与其有些慌乱, 正在他想要搀扶起陆霞克逃跑时, 却被陆霞克一把推开, 陈与其愣了一下, 然后他让陆霞克不要装什么英雄主义, 就算他留在这里, 除了送死之外, 基本什么都做不到,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陆霞克摇着头告诉陈与其,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意义, 也不是每个人死的时候都能像英雄一样, 总之, 快走吧, 带上自己的话, 他们俩绝对跑不掉的, 见陈与其还在犹豫, 陆霞克第一次报了粗口, 他让陈与其快点走, 妈的, 别傻了, 他在这还能拖延点时间, 别到时候真的让他死得一点用处都没有, 陈与其听罢, 红着眼眶拥抱了陆霞克后, 咬着牙从另外一边跑下山头, 目送陈与其离开后, 陆霞克缓缓从包里拿出吉他, 看着山下的感染者越来越近, 陆霞克幻想着自己像电影里一样拿着手雷, 然后拽掉拉环, 将幻想的手雷扔向了感染者, 要是真的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 有意义的英勇就义就好了, 陆霞克苦笑一声, 弹响了吉他, 也许内心多少还是有些恐惧, 刚开始弹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但最终还是成功了, 伴随着兴奋的狂笑声越来越近, 陆霞克闭上眼睛, 仿佛又回到了清晨的车站口, 在唱完最后一首歌后, 杨和修带着几个感染者已经来到了陆霞克的面前, 陆霞克叹了口气, 摇着头感慨, 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唱摇滚结束了, 说着强撑起身子, 将手里的吉他轮员狠狠地砸向了扑来的杨和修, 几天后, 一个名叫陆小虎的青年, 在医院里遇到了一个名叫陈雨琪的女生, 他不明白为什么相遇时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陈雨琪会哭,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之后陈雨琪一直对自己格外关心, 是爱情吗? 但他表白陈雨琪却始终回避,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么关心过自己的, 除了长得和自己很像的双胞胎哥哥之外, 就只有陈雨琪了。